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得到有利的维护 面度外部遏制打压和无理干涉 我们开展了针锋相对坚定有利的斗争 连续拿下台湾当局九个所谓的邦交国 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格局更加巩固 有利的阻碍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 连续挫败反华势力利用各种问题 对我国进行攻击抹黑 捍卫了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